小米MIX系列开创了手机全面屏的鲜湖,一点也不夸张,消费者们都非常买账,自小米MIX第一代产品出现黄牛们算是过了一回好年。 自此,小米MIX系列每一款新机,都能受到外界重度关注,比如说更窄更快的MIX2,升级版的MIX2S,以及前段时间在故宫发布的MIX3。 不过众所周知小米虽然是自带小样的手机,但是热销的同时也非常招嗨,所以,消费者在购买时,新州难免打鼓,小米MIX3真如外界所说的那样。 华盖缝隙大,华盖声音渣,这里给大家一个靠谱的解答。 华盖缝隙很大嘛,拍摄角度问题,该来的总是会来,当初外界传言小米MIX3可能会采取复古华盖式设计。 很多人都表示,这是无良媒体们在博眼球,谁知道华盖真机,确实就隐藏在普京盖地的传言中。 这次的小米MIX3让大家眼前一亮的,是华盖屏的设计,一款6.39英寸三星Mode屏,屏占比93.4%,什么概念呢? 这是,就是说基本上除了边框固定屏幕那点面积,剩下的全是屏幕。 MIX3系列一直都是游戏神器,MIX3打个游戏什么的不能更爽了。 至于华盖之间的缝隙,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宽的吓人,能够塞下一把A4纸呢?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,整体上看MIX3的缝隙确实是有的,但是整体配色可以很好的有盖华盖之间的缝隙。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,准备了几张A4纸试试缝,结果如视频所示,三张A4纸的宽度的缝隙。 当塞下三张A4纸之后,就可以拖着手机跑了。 滑盖效果如何? 有劲。 一句话总结一下小米MIX3的滑盖手感就是有劲。 滑盖反馈力度很足,搭搭搭的滑盖感觉确实很解压,但是强劲的滑动反馈会不会在你烦躁的时候产生不了解压效果,反而让你更加烦躁,这就不好说了。 据悉,小米MIX3采用了磁动力滑轨设计,发布巨猪官方表示,寿命可达30万次,也就是说一天滑盖几百次,并不会对其寿命造成太大影响。 磁动力滑轨设计,主要是采用磁铁通信相续的原理,当所以滑盖操作到一半时,手机两部分就会有力的相相反方向滑动,触感没得说,声音也很清脆。 另外,手机的背面,依旧是采用四区面的陶磁材质,这也是小米MIX系列的标志性设计之一,整体布局上与小米MIX2S没有太大变化,只是一般充电器,在MIX3上不会适用,滑盖充电是要比较薄的接口。 此外,MIX3依然采用了后置指纹的设计,不过没有屏下指纹搭配,只有面部解锁。 在屏下指纹成为市面上主流旗舰机的标配的情况下看,这点并不是很让人满意。 不过这并不是为了节约成本,而是技术问题。 手机屏幕部分为了做到更薄,很难搭配在屏幕指纹技术。 为了轻薄西生调评下指纹,相信很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。 滑盖玩法多吗? 熟悉之后挺方便的。 小米MIX3预装了GANDROID 9.0的MIUI10,也是目前少数搭载ANDROID 9.0的手机之一。 针对滑盖操作,小米MIX3加入了滑盖设置,你可以在系统设置中,自定义滑盖开启的主动功能。 比如开启自拍,快速启动某一应用。 此外,你还可以自定义滑盖的音效,让滑盖操作变得更有趣。 滑盖音效也很有意思,毕竟是最先出现的滑盖智能手机,没有个炫酷的BGM,那说不过去。 续航性能怎么样?中规中矩。 小米MIX3和MIX2一样,依然采用小龙845处理器,不过,内存最大提升到了10GB,这也是市面上主流旗舰的水平。 安兔兔讨分达到了28万。 手机使用流畅程度不错,小米MIUI系统玩起来很流畅,再加上高通最近对于GPU的线板驱动,图形处理能力也大幅加强。 小米MIX系列手机都是很多吃鸡玩家的最爱,在高帧率高画质模式下的画面非常稳定,没有反对的情况出现。 在散热方面,玩游戏半小时后,手机表面也没有烫手的感觉,那个没法卵伤手。 而生的小米,已经通过不断发展科技,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 在续航方面,小米MIX3搭载了3200毫安时的电池,容量是主流全面平手机中,比较中规中矩的,也就是。 看上7-8个小时视频,玩上3-5个小时吃鸡游戏的水准,精度使用一天没有任何问题,一天一次充电并不是什么麻烦事。 不过,小米MIX3搭载了18万的跨充,和10万无线充电,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将手机电量从零充满,续航能力还是很不错的。 小杰总的来说,小米MIX3的滑盖体验不错,但是为了滑盖手机,也牺牲了一些体验。 比如说缺少结构光,屏下指纹,双扬声器等,这些都是主流旗舰机的标配,如果一直在用市面的主流旗舰机,那你可能会不是很习惯这块滑盖机。 谢谢看来啊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